我们现在就讲今天的这个主题 赞美和君王圣勇 我们中间会有简短的休息 基本上第一部分呢 就是谈赞美圣勇 第二部分就是谈君王圣勇 我们到这个圣勇的归类我提过了 是要靠全篇圣歌的这个内容来决定 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学者 甚至于不同的读者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到底哪一首圣勇算是赞美圣勇 可能会因人而异 不过在心想当中有某一些 是相当程度是很直觉的 就能够知道它是属于这个赞美圣勇的 就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阿雷路亚圣勇 比如第146到150 所以如果你们手头上有这个诗 那个印刷版的这个圣勇 你们如果翻到后边 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几首你看它的标题之后呢 就有写这个阿雷路亚这个字 就是在原本的这个圣勇里本都已经有的 所以它是阿雷路亚圣勇 是属于赞美天主的这个诗歌 另外那些有充分这个赞美信实的圣勇 就包括这几边 那么你们的讲义里面有 所以你们不用去抄 赞美天主首先是表达对天主的属性的认同 其实天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所认知的天主 圣勇所认知的天主 是仁慈的善良的正义的全能的全知的 那么这是他的本性 但是天主的这个本性 也表达在他跟我们人的这个关系里边 他是贫困者的辅助 卑微者的喜乐 要败者的救援 因为天主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是堪受赞美的 很多赞美圣勇呢 他有这个庆节的背景 那么在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宗教聚会当中 他们都怀着这个感恩和快乐的心情 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 那么把他们的这个对天主的这个崇拜 表现在不少的这个赞美诗歌里边 当然他们也有所谓的这个歌踪团 像我们各堂区我们有歌踪团 那么他们是特别受过训练的 我们在岛路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阿萨夫和柯纳黑 其中我们有一些圣勇呢 就有标明他们的名字在那边 由他们带头领导唱歌 那么众人就一起来合唱 圣勇第136跟118呢 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其中这个圣勇136 可以说从头到尾呢 都有这个不断的重复的这个句子 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 所以众人歌颂赞美天主的这个仁慈 而第18篇的开头 他相当长 在开头四节 一到四节里面 也是有类似的这个重句 所以我这里给他打出来了 请你们向上主赞颂 因为他是美善宽人 他的仁慈永远常在 愿以色列家赞美说 他的仁慈永远常在 愿阿郎的家赞美说 他的仁慈永远常在 愿敬畏主者赞美说 他的仁慈永远常在 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亚郎 亚郎是美社的哥哥 那么后来他跟他们的 乐位家族呢 他们被委任世世代代 作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司机 所以在他们的朝拜里面 机械里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 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歌 他们其实是取材自这个 盛勇 那么其中有这一首 我给大家举例子 在金曲的 11.15 就是用了这一首 盛勇 来表达 作者的这个感受 当然 现在的人编歌的时候 他们会 在用词上 可能会有一些修饰 接受大家应该听过 你们应该当成谢天主 因为他是至上帝 因他的认知永远藏存 他的认知永藏存 你们应该当成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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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至美的 因他的认知永远藏存 他的认知永藏存 至于中 他人一时永远藏存 他的认知永藏存 在我们苦难的境地,祂鼓励了我们,因祂的人是永远长存,祂的人是永长存。 所以这首歌,这个作者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用了这一句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句子,因祂的人是永远长存。 然后在这第三跟第四句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他把这个赞美圣勇的一些两个主要的主题也称托出来,待会我们会更详细的说。 你看,这边称却天主创造宇宙万物所表达出来的智慧。 然后呢,第四段呢,就提到在我们困难的境地,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需要的时候,天主顾念了我们。 所以他的创造,以及他对我们的这个救恩,对我们的这个释放,表达了对天主的这个赞美。 那么这首歌,就是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们可以学啊,刚才有提到了啊,在经续里面,你们可以找到啊,他的这个调子跟歌词。 那么哈利路亚,是赞美圣勇里面最常用的这个欢呼词,西伯来文,哈利路亚,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赞美上主吧。 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他们进这个圣殿里面啊,去崇拜的时候呢,会有啊, 诗祭,或者乐位,或者长老,来领大家,来这个唱这个圣勇。 那么领的人,啊,他们就会,哈利路,哈利路,啊,众人呢,就会很热烈的回答,呀,呀,呀,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表达,啊,他们对天主的这个喜悦,啊,所以一种欢呼,欢乐,喜悦,啊,有时候,啊,用这样的词, 来代替这个阿雷路,那么众人的答复,却就是,呀,呀,呀,啊,啊,就是,那个气氛啊,可以马上感受到,啊,那种喜悦啦,赞美的气氛。 那么,另外一种欢呼呢,很简单,啊,我们今天祈祷的,谁也常用的,啊,就是,阿门,yes,丹愿如此,啊,就是,丹愿我们都能够齐声,来欢唱,丹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啊,歌颂赞美天主。 这里给大家介绍,啊,另外一首,很,我自己很喜欢的,啊,这个,赞美圣勇,也就是,圣勇一百四十六,刚才提到了,啊,啊,这最后的几首圣勇都属于,阿里路亚圣勇,啊,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首, 阿里路亚,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你看,他们在编这个圣勇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有,好像,呃,自己鼓励自己的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作者会告诉自己,哎,我的灵魂啊,你要赞美上主。 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上主,一世上存,我要歌颂上主,啊,就是,任何时刻,我的一生,我都要,不断地赞美上主,那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一种赞美之情,啊,就是,无时乎刻,对天主的赞美之情,呢,啊,让这个作者,表达无疑。 你们,你们,不要一心依赖王侯大臣,也不要依赖不能施旧的世人,那么,说得表达这个,这个,这个情怀很清楚,啊,就是,天主跟世人,包括,呃,这个,在世界上有权贵的人,那些王公大臣, 他们,他们,他们不能给我们救援,他们不能给我们,呃,这个,保证,只有天主是我们,所应该依赖的。 他的气息一断,就要归于灰土,啊,就人的气息一,一断,他的一切计划,立刻化为乌勇,啊,死人不能赞颂上主,啊,所以我们这些活人,要不断地来赞美天主,啊, 但是,以雅各伯的天主为自己福祝的人,以上主天主为自己希望的人,是有福的。 希望我们都是这些有福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对天主有这种敬畏和感恩赞颂的知性。 上主创造了上天和下土,海洋和其中的一切所属,他此守信使,必直到永久。 上主为被欺的人作辩护,上主给欺恶的人赐食物,上主使被处的人得自由。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主题,在这首圣语里面,又表达出了,天主是我们的创造者, 所谓的一切,不管是天上地下的,不管是水中的,在土地上的,都是属于他, 那么,第七节呢,就特别提到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天主帮助那些被欺压的人,那些饥压的人,那些被处的人, 就是天主对我们的这个救恩。 上主开启了瞎子的眼睛,上主使取楼的人直升,上主爱慕那正义的人, 上主对理科加以保护,上主支持孤儿和寡妇,上主迷惑恶人的道路。 上主,特别是对那些卑微贫困的人,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呃, 圣语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呃, 上主对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天主绝不会遗弃他们。 那么在一些社会里面呢,当然,其中最,呃, 弱的,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就是这个寡妇和孤儿,啊,所以在这首圣语里面特别强调。 那么最后,愿上主永远为君,为王, 虚拥你的天主,万寿无将。 所以,重情的,来归光荣,赞美于天主。 那你们,呃,过来自己,呃,有机会,你们可以继续看,呃, 刚才提到的是,呃,这首一四六,然后如果你们再看, 一四七,呃,一十八,一十九,一五零,呃, 的开口,开场,敞白的第一句话,都是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呃, 嗯,笼统的,谈一谈,啊,一般的这个赞美慎容, 他的这个,写作的一些,组成的这个部分, 一般上他的结构呢,有分三部分, 那就开始一个小序,然后呢,就表达作者对天主赞美的动机, 然后,一个结束,可以说就是,呃,开始主题,然后呢,啊,总结。 那么小序呢,就是,邀请人来赞美的方式, 那么,小序,他所,表达的这个用词,啊, 就请大家前来,你们要歌唱,你们要欢呼, 你们要向上主赞胸,你们要吹奏各种乐极, 你们要进入圣经,你们要服服草拔, 请大家拍手鼓掌,请高举双手, 成像居住在自身的亚维,让我们颂扬他的名字, 让我们叩拜上主,让我们欢呼,欢欣踊跃, 曲曲,啊,你们当中,呃,有一些教友,啊, 你们在,呃,信有的聚会当中,啊, 你们是,呃,领赞美敬拜的,啊, 所以你们以自己要学习,啊, 就是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来带领大家赞美敬拜天主,啊, 所以,啊,这里是举了一些例子,啊, 就是当时的那些领经的,啊, 特别是司祭,啊,他们用这些话来鼓励大家, 能够举心向上,能够让他们能够开口, 让他们举手等等,啊, 啊,这些,啊, 啊,或者拍手鼓掌,啊, 啊,这些你们在领,领,领,领这个赞美敬拜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用的,啊, 而且要很自然,啊,不要,啊, 觉得害笑,啊, 因为,你看,啊,在圣勇,的这些,啊, 领导者,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带领那些人,啊,通过圣勇, 来赞美天主, 好了,啊,这个小句以后呢,啊, 就是陈述这个赞美的动机, 那么当然,首先关于天主的属性,啊, 天主的各种美好, 他的无限美好, 他的尊为, 他的真善美,啊, 他的正义,啊, 这些都是,啊, 这个,啊, 赞美他的这个动机, 然后他的神庙化功, 应受奉扬, 他所显示的各种德能,啊, 他为我们人所显示的各种奇迹, 所以他在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社会, 我们国家, 以及我们个人生活当中, 给我们的救赎,啊, 有大人的喜乐, 大人的救恩, 这些都是,啊, 赞美的动机, 那么, 把那个, 当然赞美动机那一部分呢, 就看,啊, 作者怎么写,啊, 那么他可能就, 有时候是三言两语, 有时候就是很长的, 很多的这个,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他是会重, 重剧, 啊, 就是, 表达了某一样东西, 然后, 啊, 大家一起印, 有那个重剧, 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啊, 他的仁慈永远长存, 啊, 这个是重剧, 啊, 然后有些, 就可以很长的, 就是一系列的东西, 来表达对心的赞美, 那么, 收尾的说呢, 啊, 收尾的说, 就, 比较简单,啊, 啊, 就是在, 重复的, 愿上主受尊扬, 他的名字, 应受赞美,啊, 以其列家族, 请大家一起赞, 所以收尾的说, 可以说就是, 在重新的, 来鼓励大家, 啊, 保持那种赞美天主的心态, 那么, 天主是值得赞美的, 基本上, 啊, 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呢, 天主是创造者, 第二呢, 天主是解放者, 啊, 这两个主题呢, 经常不断地能够重复的, 啊, 出现在, 在这些赞美圣勇当中, 那么, 其中包括, 比如说, 圣勇第104篇, 他主要的这个主题呢, 是关于创造, 那么, 第105篇, 啊, 连续这两篇, 104, 105, 所以很好记, 啊, 主题主要是救赎, 天主对人的解放, 那么, 比如说, 圣勇第18, 就同时两个主题, 都有, 好, 我们看, 曲十八, 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 这个是小续, 邀请大家, 因为他行了几几, 他的右手和他的圣辈, 为他们获得了胜利, 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 将自己的正义, 启示给万民, 他记起自己的良善和忠诚, 既同以色列家族广施宽仁, 全球看见了天主的救恩, 这里, 从以色列家族, 然后延伸到这个全球所有的人, 因此普世大地, 请向上主歌舞, 请踊跃, 请欢乐, 弹琴远奏,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鼓励以色列民, 现在是鼓励全部的人, 服侍大地, 然后, 歌颂赞美的方法, 就包括歌舞, 踊跃, 欢乐, 弹琴远奏, 弹起这竖琴, 向上主赞颂, 弹着竖琴, 伴着这个旋韵, 吹起喇叭, 伴着这号角, 在上主君王面前, 欧歌, 这各种乐趣, 海洋和其中的一切澎湃, 环宇和其中的居民惊骇, 江河拍手鼓掌, 山叶舞蹈还餐, 很多时候, 这个圣勇作者, 他们会把这些天主的造物, 自然界的东西, 都把它们迷人化, 所以会邀请他们, 比如说, 你看江河来拍手, 然后山叶来跳舞, 后来圣方记, 他写他的这个宇宙战美歌的时候呢, 他称这个太阳为兄弟, 这个月亮为姐妹, 同样的也把这个天主所造的, 这个万物来迷人化, 好像他们都是像人一样的, 有这个生气, 有这个感情, 都在上主面前欢乐, 因为他以加灵, 因为他以加灵, 需要统治大地全坤, 他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 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万民, 所以刚才提到了, 就是天主的创造, 现在又转到天主对人, 对人的这个美好, 天主这里强调了他的正义, 他以公平来治理天下万民, 这里给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圣勇, 圣勇第八, 那么圣勇一八, 是以创造为主题的一个, 非常优美的这个圣勇, 圣勇, 然后呢, 呼号天主的名号, 称赎他的伟大, 而我们人, 如果要继续的保持, 这种对天主不断的, 这种赞美之心呢, 我们就要有谦卑, 然后要能够远离这个恶人, 这种圣勇表达了, 他对天主的创造的这个惊叹, 那么, 如果我们好好地来观察这个宇宙, 从这个比较大的天体, 星星太阳月亮, 然后高山大海, 那么, 在看我们人, 我们就觉得我们人, 真的跟天主所造的这个, 很多东西来比, 好像真的好像很微不足道, 但是, 这个圣勇作者特别强调了, 虽然人那么的微不足道, 但是在所有天主的受造当中, 天主呢, 却特别特别抬举了人类, 让他能够超越一切万物, 如果要比的话, 他说, 此逊于天使, 在天主所造的万物里面, 人是万物之灵, 人比其他的东西都能够更高超, 那么人要懂得感恩, 天主这样的厚待我们人, 我们就要能够归光荣于天主, 赞美歌颂他, 当然这个对天主对人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爱和照顾, 其实从创世底里面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 创世讲天主造所有的东西, 后来特别抬举的天主造人, 而天主造人的事是怎么样呢? 是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所以我们看一看, 你看这边有提到达威师哥教育月光, 这个是所谓他的旁述, 他的处, 原则上其实不是圣勇的一部分, 但是比如说诗高圣经翻译的时候呢, 把它变成是第一节, 其实不应该是第一节, 因为真正的这个诗歌是从这里所谓的第二节开始, 上面那几句话呢, 其实只是这个备注, 上主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号在普世和其美妙, 你的尊荣在天上彰显光荣, 由侧子乳儿的口中, 你取得完美的赞颂, 连小孩子的口中, 都能够取得完美的赞颂, 为什麽恨你的人受辱, 为什麽仇敌有口无缘, 如果连小孩子都能够赞美天主的话, 那些天主的敌人呢, 就是真的羞愧, 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报爱, 当我仰望你首所指, 首指所创造的穷仓, 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 世人算什么? 你竟对他怀念不忘, 仁次算什么? 你竟对他眷顾周霞, 竟使他稍微逊你天神, 以尊贵光荣做他的光明, 令他统治你首的造化, 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 所有的羊和牛, 野外的走售, 天空的飞鸟, 海里的鱼类, 及种种游泳于海盗的水族, 这些天主交给人做管理, 当时你说是什麽? 当时你说天主让人来, 人有这个统治权, 作为天主的管家, 那么最后总结, 所为上主, 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号在普世, 何其美妙, 这首圣勇写得非常优美, 所以我们也很短, 我们这首也可以常常来看, 常常来念, 特别当我们感觉到自己, 好像因为各种原因, 自己有时候感到有点自卑, 自己感觉到好像天主, 离开了自己, 这首圣勇鼓励你, 不是天主照你, 照我, 照我们每一个人, 按他的肖像照的, 我们都是天主眼中所宝贵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 因为天主就是那么样的, 珍惜我们, 那么圣勇一诗八, 拥有创造, 被招选的两个赞美的主题, 但是还是以创造为主要的赞美动机, 所以到第一到第十节, 将天上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受召物, 加以鼠点, 然后呢, 第五到第六节, 请这些受召物来赞美天主的圣明, 七到十节, 将地上受召物加以鼠点, 并把世人分成各种类型, 第四一跟十二节, 十三节特别强调赞美的动机, 就是天主的威缘和超越, 那么十四节引入, 他的副主题, 创造是主要的主题, 赞美的这个动机, 副主题呢, 天主对以色列人之明的拣选复兴, 相符是赞美主的主题, 和以色列的盟主, 这两个主题能够连结在一起, 赞美主就是救恩时的天主, 不然你们自己可以去看, 那么圣语呢, 105呢, 是完全以天主的救恩为主题, 第一到第五节呢, 就邀请以明来赞美天主, 让他们去纪念天主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对他们的各种解救的奇妙作为, 然后六到十六节, 提到天主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对阿巴兰的招选, 然后伊萨哥, 雅各伯, 对他们的许诺怎么样加以实现, 来指出洛舍, 我们这亚各伯的十二个孩子当中的洛舍, 到了埃及, 天主对他们安排他, 到了那里做转向, 能够帮助以色列民, 后来他们移住到那边, 二十六到三十九节, 就回忆上主派起梅舍, 来领导以明离开埃及, 最后提到在消贸中, 天主怎么样去世的保护和照顾他们, 那么四十二到四十五节, 强调以明能进入府地, 完全是因为天主对他们的忠信, 但是这种渗用在接触的时候, 是有点突然, 为什么有点突然, 我们猜可能是因为原文的最后部分, 有脱落遗失的, 换说原文可能还有下文, 可是遗失了, 所以就直到那边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停了, 那么你们读这首《圣勇》的时候, 其实就是可以, 等于就是一个复习, 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救恩使当中, 对天主的恩惠所体验到的, 就是通过这些圣主, 这些天主招选的人, 给他们带来的救恩, 是个很好的回顾, 我这里没有把原文给大家练出来, 所以你们后来自己就在看这个圣语, 这里先要给大家鼓励, 我们看到了这个圣勇作者, 他们怎么样通过圣勇, 对天主的赞美, 那么我们自己, 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 我们也应该要保持, 对天主的这种赞美的态度,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步伐太快了, 所以我们对天主的创造, 以及天主的救恩, 没有那么敏感, 我们没有所谓的闲情, 去欣赏天主在我们周围当中, 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 我们被这些高楼汽车等等, 所迷惑了, 所以我们要有机会, 到公园里面去散步, 看看那些奇花异草, 昆虫飞鸟, 晚上我们可以少开点电视, 到阳台, 过得我们走廊, 抬头望望天空, 待会就可以这么做了, 你们知道, 前几天是夜圆, 就是, 如果你们抬头看这个月亮, 哇, 真的是很夜, 就像我后面的, 那个圆球这样子, 明亮光辉的月亮, 让你看的就是, 真的一种对天主的赞叹, 然后呢, 到海边看海, 看浪, 看日出, 看夕阳, 感受无限的这个美好体验, 这个风吹在我们的脸颊上, 躺在日荫草坪上, 观看天空的这个云彩, 我们要赞美天主, 就像圣勇作者所说的, 我灵歌颂赞美, 我主我生, 何等伟大, 何等伟大, 另外对天主的属性, 对他的慈爱, 宽容, 全能全知, 忠信等等, 我们要时时刻刻, 赞美天主, 在个人生活里面, 在我们团体生活里面, 都要这样子, 我们要时时赞美天主, 我口要歌颂他, 有一首近代的歌, 就是这样子, 我要时时赞美天主, 我口要常常歌颂他, 所以这种心情, 我们常常要表达, 那么在你的讲义里面呢, 我特别就是举了这些例子, 所以这里所举的这些例子, 这几首呢, 可以说都是属于赞美圣勇来的, 你们回来自己, 有机会可以去看, 那么我们到这里就, 第一部分就结束了, 待会我们休息以后呢, 我们就会看这第二部分, 关于所谓的君王圣勇, 那么这里要鼓励大家的就是, 我们可以利用圣勇, 通过圣勇来帮助我们, 来赞美歌颂天主, 但是除了我们利用圣勇以外, 我们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是, 要有这种赞美的这个态度, 我们时时刻刻在我们生活当中, 通过我们对天主的造物的这个欣赏, 还有去体会天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以及天主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各种恩惠, 来表达对天主的这个赞美, 在我们的各堂区里边, 有所谓的这个圣神复兴运动这个团体, 传统我们说这个圣恩复兴运动, 我们称为这个圣神通道会, 你们如果教堂有, 我鼓励你们能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因为这个圣神通道会, 他们聚会的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赞美天主, 所以他们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花至少20分钟, 甚至到30分钟的时间, 来赞美敬拜天主, 就是通过歌曲, 当然他们用的就是现代人编的这个圣歌, 赞美的诗来赞美歌颂天主, 之后呢, 他们有一些可能信仰的分享, 或者信仰的讲座, 然后有实际的这个祈祷, 包括自愈的祈祷, 天主对人的这个恩惠, 很多时候是通过他的代表, 就是我们人本身, 所以通过这些人的扶手祈祷, 给我们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恩惠, 那所以如果你们, 旁区有这个圣神通道会的话, 你们不妨去参加, 去跟着他们来学习, 怎么样赞美敬拜天主, 好, 谢谢, 那我暂时就到这里, 好, 那我们继续谈第二部分, 我们说是君王圣荣, 那么这些圣荣呢, 所谈的君王, 有时候是指以色列的君王, 那么就包括圣荣, 这几篇二十二十一四十五七十二一零一, 但是, 有时候呢, 是指天主为宇宙的君王, 那么其中包括第二四十七, 一十五篇等等, 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 他们的历史当中, 他们的社会里边, 他们是非常强烈宗教情怀的, 所以他们相信, 他们的国王呢, 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 是上主的受负者, 所以, 是天主选拣选, 然后作为他们的王, 为来引导和照顾他们, 所以在他们的一些诗歌里面呢, 有时候, 因着他们的这个君王, 他们会来赞美感谢天主, 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表示, 其实君王好像是天主特别选的, 天主的, 他们说天主子, 但这个天主子跟我们所讲的, 耶稣为天主子的概念, 不一样, 耶稣真的是跟父是合而为一的, 十三位一体, 这里所谓的天主子, 特别表现是, 他是天主所特别钟爱的, 是天主所选的, 那么, 有时候君王也扮演这个大四季的这个, 这个角色, 那么他们, 就是, 作为好像天人之间的一个宗宝, 因为他们是, 要把他的子民带领到天主那里, 虽然他们不是实际, 但是他们, 作为君王, 对于信赖天主的君王, 他们的责任, 就是要能够帮助人民, 忠于天主的盟愿, 他们要把人民, 带到天主那里去, 当然, 这种对他们自己的君王的这种, 很, 尊敬的那种态度, 有正负两面, 因为毕竟人, 人是, 有限的, 人是软弱的, 所以, 如果他们的君王, 办好, 他们的这个角色, 那很好, 但是如果他们辜负了, 天主对他们的招选, 那么他们的这个特别的地位呢, 却反而是一个反效果, 对正面来讲, 他提醒君王自己, 他是承受了天主的使命, 所以他要尽心尽力, 去管理国家, 照顾人民, 特别是, 为他们来讲,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宗教的责任, 要常常确保, 天主的子民, 能够忠于天主的盟约, 但是负面来讲, 如果君王他, 认为自己是, 特别被选的, 那么他夹着自己是天子, 是大师纪的这个名誉, 而滥权, 为所欲为, 草坚人命的时候呢, 当然, 他们就, 献国家于混乱, 那么其中, 圣勇101, 就提出了, 君文修身治国的, 这个干要, 而圣勇第72呢, 就写了这个, 理想国的一些特征, 你们自己, 可以去看, 那么, 那些写, 圣勇的人, 其中有一些是, 宫廷的这个, 乐观, 他们, 他们很自然的, 他们会写一些, 歌, 来歌颂他们的, 君王, 那么, 但, 他们也是有信仰的, 虽然他们, 在一方面是, 好像是, 奉承这个君王, 另一方面, 他们也真的是, 诚心诚意的, 希望天主能够, 降服他们的君王, 然后, 透过君王, 给他们的国家人民, 带来繁荣, 带来和平, 所以, 王权, 是一种, 招教, 也是一种责任, 那么, 君王, 他有这样子的, 一个特别的恩宠, 那么, 他就有, 你恩宠越大, 你的使命就越, 重要, 你的责任就更重大, 特别是, 为以色列人讲, 他们, 怎么样, 保持跟天主的关系, 让人民能够忠于天主, 这是他一个特别, 不可推卸的, 这个责任, 然后, 真正的君王, 当然, 不是世上有君王, 真正的君王是天主, 天主才是, 主宰一切的, 这个上主, 但是, 毕竟, 我们要谈天主, 还是需要用人的语言, 所以, 圣勇作者呢, 他们会用, 模拟的方式, 把世间君王, 他们对世间君王的, 这个认识, 那个荣耀, 等等, 能够投射到天主那里去, 然后, 但是, 他需要表达, 就是真正的, 主宰一切的, 真正能够, 管理一切, 真正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 平安, 能够使他们, 风衣注食, 国泰民安的, 真正, 背后, 其实是天主, 他才是, 他们的君王, 那么, 这个正义的王呢, 是人民的保护者, 领导者, 教育者, 他控制一些, 指挥一些, 领导一些, 他既财富, 智慧和权力一一生, 那么, 几首, 就是, 尊重天主为王的, 比如说, 圣永十字七, 上主自大自尊, 可敬自卫, 他统治宇宙的伟大君王, 所以你们都应该, 以十个赞养, 圣永第二十二, 整个大地, 将醒觉, 而归顺上主, 天下万民, 将在他面前, 屈气叩拜, 因为唯有上主, 得享王权, 唯有他将万民, 宰次, 掌管, 所以, 这几首, 关于天主为君王的圣永, 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是, 天主, 拣选了某一些人, 做他们的君王, 天主委托给他们这个使命, 但是, 其实真正, 主宰一切天地万物的, 是我们的上主,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君王, 那么把天主形容为君王, 是凸显他的权威, 但是同时可能也因此会隐蔽了天主的真面目, 因为毕竟我们谈国王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想到的是世界上的国王, 但是, 但是, 天主当然不, 不是有人, 天主不像世界上的国王, 耶稣来以后, 耶稣, 他是默西亚, 可是他这个默西亚, 当时的人, 就想要推举他为这个政治的默西亚, 要做世上的王, 希望他能够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 但是, 当然耶稣, 他不是一个政治的默西亚, 他是来建立天主的国, 而天主的国, 是在人心, 我们看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很多, 也许关于天国的比喻, 讲解天国, 不但在马都福音第13章里面, 13章里面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 其实在四部福音里面呢, 天国呢, 一共被提了126次,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概念, 而这个天国指的, 我们不要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治的国度去想, 而是要想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要怎样降服于天主, 我们的心要真的归顺于天主, 让天主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国家为王, 天主, 我们要服从他, 我们听他的命, 我们要按照他的福音训导去生活,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 让天主的国实现在人间, 圣永第96, 就是一首赞颂天主为王的歌, 请众其来向上主歌唱新歌, 普世大帝请向上主而歌, 请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声明, 一日福一日地, 宣扬他的救恩, 你看到关于创造跟这个救赎的这个, 在赞美圣用里面, 常常会出现, 请在列班中传述他的光荣, 请在万民中宣扬他的起功, 因为上主伟大, 应受赞美, 为他超越众生可敬此为, 万般的众生净数虚幻, 上主却造了穷仓, 威严与尊荣常在他的面前, 全能力光荣围绕他的圣坛, 各民各主, 请将光归荣归于上主, 各家各户, 请将威能归于上主, 请将主名光荣归于上主, 请进入他的庭宴奉献祭物, 请穿圣洁的礼服, 叩拜上主, 普世大帝要在他面前瞻斗, 请在万民中高呼, 上主为王, 他稳定环宇, 使他不再动担, 他以正义公道来势力万般,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 我们人应该要归属于天主, 他是王, 他是主, 我们在他面前要屈尊, 就被我们要扣手, 跪拜, 他是一切的主宰, 所以我们要完全地降服于他, 让他来引导我们的生活, 只有他才配受歌颂和赞美, 愿诸天欢乐, 愿大地踊跃, 愿海洋和其中的一切怒号, 原野记其中一切都要舞蹈, 生灵中的一切树木各显欢乐, 你看这个造物主的这个概念, 赞美诗里面常出现, 在上主面前欢乐, 因为他已加灵, 因为他已加灵, 要统治大地全国, 他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 以他的中心治理天下万民, 你们很快地把这首诗歌能够念一下, 你们自己来再慢慢地细读, 去体会其中的这个内涵, 那么上主为王, 为我们的意义,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降服于天主, 并不是因为一种外在的压力, 无边, 我们只有降服于他, 而是真的从内心, 我们真的愿意去顺服于他, 因为相信他是我们的造物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那么我们去降服于他, 不要只是像这个金石和法利塞人一样, 比较强调遵守这个美色法力, 为我们教规啦等等, 这样子的心态也说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真正积极地归属于上主呢,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在资言行为各方面, 来顺从他, 那我们相信, 当我们让天主主宰, 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天国临近了, 那么哪里有主, 哪里就有他的爱, 他的平安, 他的正义, 他的自由, 他的忍耐喜乐和生命, 罗马书第十章, 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在天国的这个体现, 在圣经里边呢, 有时候用牧人来表达这个君王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看, 说上主是我的牧人的时候呢, 其实是等于, 说上主是我的君王,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呢, 以色列的君王呢, 他们就是应该是人民的好牧人, 但是有时候他们却没有, 尽好他们的责任, 刚才提到了, 他们给予他们这个地位, 这个权利, 需要他们去照顾人民, 但是他们却没有做到了, 反而欺压他们, 所以在先知书里边呢, 先知很多时候呢, 非常严厉的指责这些君王, 这个先知书第三十四章, 就很强烈的, 就用这个坏的牧人, 来形容那些坏的君王, 然后呢, 既然如果他们没有见好他们的责任呢, 那么, 现在天主自己本身要来takeover, 天主要来把他们铲除, 然后, 因为天主他是真正的好牧人, 他要亲自牧放他的子民, 所以在二十个先知书第三十四章里面, 有非常这个清楚的这个描述, 那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天主上主是我的牧人, 其实就是表达这种情绪, 这个牧人就是这个君王, 但是用牧人来形容, 为这个他们当时时代的, 他们有这个农耕, 也有畜牧, 会感觉到非常亲切, 那么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 这首圣语, 那不妨常常去拿这个圣语来阅读, 来默想, 来祈祷, 然后, 记得这里的牧者就是天主, 然后我们表达了跟他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意乎所缺, 他使我卧在清绿的草场, 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 草场水旁,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美好顺利的时候, 我们生活安定的时候, 我们生活当中无忧无虑的时候, 就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 为我自己名号的缘故, 令我大上正义的坦图, 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常常都是顺利的, 生活不是每次都安定的, 我们生活其实也有凶险, 我们有生病, 我们有遇到困难, 我们有遇到磨难, 那么用我们走过阴生的忧故来形容, 但是我不怕这个凶险, 为什么? 因为上主你与我同在, 你的墓葬和短帮是我的安慰舒畅, 我们知道墓人啊, 他们在看羊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墓葬和短帮, 就是用来牵引那些羊来指挥, 然后呢, 也用来赶走这个野兽, 有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怕这些凶险, 在我对头面前, 你为我摆设了宴席, 在我的头上富有, 是我的悲觉满余, 在旧约里边, 这个富有就是有一种祝福的这个意识, 那么悲觉满余, 同样的也就是这种祝福的意识, 在我一生的须业里, 幸福与慈爱, 藏水不离, 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 直到永远的十人, 短短的一篇圣用, 但是表达了我们对天主完全的信赖和降服, 然后这里不用君王的概念, 而是用牧人的概念, 表达了天主跟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有些圣用就直接称天主为王, 所以圣用四十七, 就是其中这样的一首, 万民, 你们要鼓掌宽腾, 要向天主欢呼祝庆, 因上主自大自尊可敬可畏, 他是统治宇宙的伟大君王, 他天雅万民, 是我们管达, 他屈服列邦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定了我们的基业, 其他所钟爱的雅各伯的光彩, 当然这首身影背景是以色列人, 那谁提到的就是他们以色列人, 上主上身有欢呼声呼声, 上主腾空有号角声相从, 你们应歌颂, 歌颂我们的天主, 你们应歌颂, 歌颂我们的君王, 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你们都应该以诗歌赞扬, 天主做王, 统治万邦, 天主登上圣座宝座, 宝卫, 万民的王后聚起来, 要做阿波郎天主的子民, 因为大地的权贵尽属于天主, 为天主自高自尊。 所以这里特别就提到了, 这个天主, 他他是君王, 然后当他们写诗的时候, 是尼人化的, 所以需要用人的这个言语, 所以会提到说, 好像天主需要一个宝座, 就像这个君王的那个宝座一样, 天主要坐在那边这样子, 当然这些都是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表达,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降服于天主, 那么我把这个君王圣勇跟赞美圣勇一起来放, 因为在某种程度来讲呢, 这个君王圣勇其实也是一种赞美的圣勇, 他表达了天主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属性, 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我们人类的主宰, 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关系很自然的, 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天主, 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来歌颂赞美他, 将一却能够归于他, 然后奉他为我们的主, 奉他为我们的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